38岁得乳癌,才开始明白所谓互助的感觉真好 。 撇步道相报,和病友们一起努力冲向目标的感觉真好 自从被选判乳癌后,我没有特意加入病友团体,并不是说这类的团体不好,而是当时不想再耗费心力去结识新的朋友,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去面对这些挑战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,纯粹想让自己自在点而已。 化疗的时辰安排,总以三周为一个单位。有些时常出现的病友,久了也成了熟面孔,虽然每次只能短短一聊。 却又深刻感受大家都很努力地冲向相同的目标,这一起奋斗的感觉真好。我开始明白,原来所谓的互助团体就是这么一回事。 在话聊之前,我们得先抽血确认白血球大军是否有足够的数量迎战。 因此我总会在报告前先完成抽血,再去门诊等待验血报告。在等待报告出炉的同时,大多会和其他病友交换作战心得。 由于大家都希望能早日达标,白血球的指数就变得十分重要,因此每次的话题,几乎都在讨论彼此最近吃了什么,才能有效冲高白血球。 尤其是我最后的两次话聊都因白血球指数过低而被退货,白血球快速增长的秘诀更是格外关键。 治疗之前,我遇见了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妈妈,虽然彼此的回诊时间分别落于周一和周五。 不过我们还是时常用LINE讨论住饮食小撇步和心路历程等等,而黎麦和火龙果正是他告诉我的,让我前四次的化疗都能安然过关。 不记得是哪一次的住院化疗,我正好住在健保病房,半夜因为化疗副作用发作,我开始疯狂呕吐了起来。 当时真觉得对其他病友感到非常抱歉,不时出现的呕吐声,势必让大家都无法入眠吧。 隔早,苏医生查房之后,同房的两位乳癌并有特别过来关心,一位年纪比我小的女孩,贴心建议我可以吃鹤枣,吃了比较不会想吐。 而另一个大姐也完全赞同,她表示一开始治疗就吃了鹤枣,因此只有务心想吐的感觉,不像我这么严重。 于是,吐到怕的我也特别去买了来吃,虽然一盒要价不菲,但是为了减缓化疗吐,我愿意花钱一试。 也许是因为我才吃没多久,没什么明显效果,仍吐得乱七八糟,即使自己家打了自费止吐剂,呕吐情况还是没什么改善。 后来我才发现,化疗的副作用和白血球指数有很大的关联性。 白血球指数愈高,副作用就愈轻微,反之则愈严重。 难怪,我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化疗特别难熬,一天得产出十几个的呕吐袋,总是要吐到喉咙被灼伤才会逐渐好转。 最后一次的退货,我拼命进入像湿滴鸡精和滴牛精等高蛋白食物,以一周的时间将自己的白血球从2200一次冲到6000,创下新高纪录。 那次,我的化疗副作用终于减缓,从以前的疯狂乱吐,进步为只有悟心想吐而已。 许多病友会分享一些冲高白血球的撇步,如果能力许可的话,不妨一试,也许能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。 不过,我真心觉得,认真进补高蛋白食物,可能比较会有明显的效益呢? 撇步道相报,和病友们一起努力冲向目标的感觉真好。 自从被选判乳癌后,我没有特意加入病友团体,并不是说这类的团体不好,而是当时不想再耗费心力去结识新的朋友,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去面对这些挑战。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,纯粹想让自己自在点而已。 化疗的时程安排,总以三周为一个单位。 有些时常出现的病友,久了也成了熟面孔,虽然每次只能短短一聊。 却又深刻感受大家都很努力地冲向相同的目标,这一起奋斗的感觉真好。 我开始明白,原来所谓的互助团体就是这么一回事。 在化疗之前,我们得先抽血确认白血球大军是否有足够的数量迎战。 因此我总会在报道前先完成抽血,再去猛诊等待验血报告。 在等待报告出炉的同时,大多会和其他病友交换作战心得。 由于大家都希望能早日达标,白血球的指数就变得十分重要,因此每次的话题,几乎都在讨论彼此最近吃了什么,才能有效冲高白血球。 尤其是我最后的两次化疗都因白血球指数过低而被退货,白血球快速增长的秘诀更是格外关键。 治疗之前,我遇见了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妈妈,虽然彼此的回诊时间分别落于周一和周五。 不过我们还是时常用LINE讨论住饮食小撇步和心路历程等等,而黎麦和火龙果正是他告诉我的,让我前四次的化疗都能安然过关。 不记得是哪一次的住院化疗,我正好住在健保病房,半夜因为化疗副作用发作,我开始疯狂呕吐了起来。 当时真觉得对其他病友感到非常抱歉,不时出现的呕吐声,势必让大家都无法入眠吧。 隔早,苏医生查房之后,同房的两位乳癌并有特别过来关心,一位年纪比我小的女孩,贴心建议我可以吃喝澡,吃了比较不会想吐。 而另一个大姐也完全赞同,她表示一开始治疗就吃了喝澡,因此只有悟心想吐的感觉,不像我这么严重。 于是,吐到怕的我也特别去买了来吃,虽然一盒要价不菲,但是为了减缓化疗吐,我愿意花钱一试。 也许是因为我才吃没多久,没什么明显效果,仍吐得乱七八糟,即使自己家打了自费止吐剂,呕吐情况还是没什么改善。 后来我才发现,化疗的副作用和白血球指数有很大的关联性。 白血球指数愈高,副作用就愈轻微,反之则愈严重。 难怪,我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化疗特别难熬,一天得产出十几个的呕吐袋,总是要吐到喉咙被灼伤才会逐渐好转。 最后一次的退货,我拼命进步向湿滴肌精和滴牛精等高蛋白食物,以一周的时间将自己的白血球从2200一次冲到6000,创下新高纪录。 那次,我的化疗副作用终于减缓,从以前的疯狂乱吐,进步为只有悟心想吐而已。 许多病友会分享一些冲高白血球的撇步,如果能力许可的话,不妨一试,也许能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。 不过,我真心觉得,认真进步高蛋白食物,可能比较会有明显的效益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